美女 这么多 来相亲的吧 认识一下 本人长得很拉风 村里养猪是精英 没车没房没寻船 拉的饥荒没换气 对方收入无所谓 尊老爱幼净长辈 洗衣做饭都得会 还得捏脚和锤背 那个 头回相亲没经验 只求一生 永相伴 结婚以后别嫌乱 家里孩子一大片 什么玩意儿 啥玩意儿啊 我来相亲 我还没结婚呢 怎么就孩子一大片呢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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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救 我只比你大一岁 倍儿大 当外人面 别叫我救 那我叫你啥 叫大哥 哦 大救哥 哎呀 来来 你听我说 我这次是奉了你妈 我大姐大的旨意 来陪你相亲 看 这都是我给你挑的 全是精英 这是给我找的吗 拿错了 这是你救心目当中的 怪亚军 不是 你啥眼光啊 眼光怎么了 这个 杨柳细腰 这个 小巧玲珑 这快一张呢 这是被淘汰的 拿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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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莱 就这相亲大会 你已经来了第十次了吧 大姐大已经发话了 只要你不找 我就别想好 你要找不到男朋友 我就当一辈子单身狗啊 莱莱 救救求求求你 救救救救吧 那行吧 那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心里有人了 有人了 谁呀 靠山腿的 叫腾飞 救命恩人呢 走 来找他去 找不着 十多年前他出去创业了 那你俩咋认识的 他跟我说过话 说得可亲切了 怎么说的 再见了 不老乡们 这不就是和全屯子的人道别吗 听着声音甩得挺远的 你当时在哪呢 我就在树叉上的 他一回手 我一动 划叉一下 我就掉下来了 没戏了 这么多年 人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吧 我都打听好了 他现在还单着呢 今天这相亲大会呀 他也来 来来 你听我说 今天来了这么多优秀的小伙 你别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 你再瞅瞅 万一有何事的呢 我瞅啥呀 瞅啥呀 入不了我发眼 就这么跟你说吧 现在我的眼前是一片漆黑 你把盖摘下来再瞅瞅 哎呀妈呀 黄眼了 来来来来 我帮你找找来 这小子长什么模样啊 最高人的就是他那小眼睛 多小 就这么跟你说吧 得亏肉皮不和 要是和的话 还得长死 顾齐尔啊 多大岁数 83年属猪的 不是80后范围有点广了 太多了 你别往83年上看呢 你往38年上扫描 他长得比较着急 哦 38年 算了 哎 哎 找着了啊 找着了 找着了 这咋让我看 你瞅瞅瞅瞅 那么就在山头上立着嘛 上面写着 生于1938年 去年没的 我让你扫药 我没让你扫墓 不是阿蕾蕾 你都知道他今天要来 怎么把养猪的衣服都传出来了呢 刚才干活 没来机会 你咋快啊 这都拿着 快快快 来 这 把衣服换了 把衣服换了 就 啊 你要看见他 你别说我是养猪的啊 咋了 人家是女孩 还不好意思了你 找找啊 帅爸 你说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你让我相啥亲呢 啥 想抱孙子呀 我告诉你 这些年我在外头啊 竟装孙子了 你抱抱我 你咋又骂人呢 爸 行 我到了啊 你放心啊 大哥 这边是那个 靠山屯的 相亲大会不 哎呦哥们 挺眼神啊 哪的人啊 我是靠山屯的 等会儿 靠山屯 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啥人啊 靠山屯 他们家姓腾的 我们靠山屯 都姓腾啊 那个 83年的 83年的 20多个呢 出门创业的 创业的200多个呢 叫腾飞的 叫腾飞的 那不就是我吗 哎呀 踏破铁鞋 我露不着你 没想到 你个个在这嘎嘎 蹦出来了 大哥你要是做事 我就不打扰你了 我先走一步 等等 哎呦 这你相亲资料 我看看 帮人相亲是吧 对对对 看吧 我帮人相亲 你干嘛给吃了呢 别动啊 哎呀 快来人呐 你救死他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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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啥呢 哎呀我 快点靠山屯腾飞 让我逮着了 救啊 啊 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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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哎 妹 哎 老妹 听着呢 你电话响了 你不听就给挂了吧 有点闹听了 啊 哎呀 妈呀 这是挺多的 资料它整一地来 我跟你说一手 这萍水香风还帮我收拾资料 你那还撕上了呢 那个资料没了 你着啥急呀 我能不着急吗 我来相亲的没资料 我咋想啊我 你不就是来搞的馅儿呢吗 就是啊 我跟你搞 幸福来的这么突然吗 那个老妹啊 你看咱俩毕竟互相不太了解 这样吧 我做个自我介绍 不用介绍 你叫腾飞 八三年属猪设手座 出去创业十多年了 最大的成就就是单身 你是算命的吧 因为咱俩认识 认识 我一直在等你 姑娘你是不是等错车了 我出去创业十多年了 408社没几个人认识我 你忘了 你走时候跟乡亲们告别说 再见了 父老乡亲们 夸刹一下 交选个大姑娘 你看 有这事 你呀 我就是得夸刹 姑娘你不行啊 我去喊 我跟你说呀 喊夸刹 当时我 不不不我不叫喊夸刹 我叫喊磊 喊磊 咱俩都认识十多年了 我就开门见山吧 开门见山 我嫁给你得了 姑娘啊 咱俩就夸刹一下这交情 你说我也不了解你啊 对不对 没关系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喊磊 年龄比你小几岁 星座和你天生一对 体重是你的0.65倍 你说咱俩是不是很般配 老妹你这数学题我不大会啊 磊磊 磊磊 你给我站着别动啊 不许动啊 来来来 我跟你说 刚才我给大姐大会报了 她说无所谓 只要是男的活的就行 至少我的条件不错 咱今天绑一下 再给绑回去 大姐大 绑回去 老啊 老老 我有点事 我先走吧 哎呀 我 你跟我回来一看 其实还挺大 我以前是练摔跤的 老老 走不了了 你俩 啥关系啊 我是他哥 他是我哥 他是我哥 大舅哥 大舅哥 耍我呢 一个女的哪来大舅哥呀 你不用管那么多 反正我俩是亲戚 是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俩是干啥的 啊 你跟他说了呀 我说了怎么了 我们全家都是干这个的 那我就问问了 像我这么大的好卖吗 你这么大的 比你大的我卖多少车了我 你这么大的 你们干这个不害怕呀 说对了 一开始害怕呀 那家伙动手的时候叫的惨呢 是个谁都被挣扎呀 后来我又惊艳了 凡是不老实的 我都给他绑上 我就比较辛苦 体力活都他干 那你干啥呀 前期负责寻找会员 后期负责联系买家 你们还是产业链 最近市场好 价高 不交钱都预定不上 那交了钱是不是能给放了我 你这话说的 钱都交了怎么能放了呢 宰了呀 别过来啊 过来我就自杀 我让你们卖不上好价钱 这怎么了小伙子 脑都有病啊 是不是看家人家条件太好 一顿激动 光天花日朗朗乾坤 你们家达是挺大的呀 我跟你说 怎么叫达是挺大的了 我就是人家不听话的 有本事你就给我绑起来 我们家是养猪的 你们家养猪的 你们卖猪 你刚才说这是猪 你以为呢 我以为说我呢 你想的为 不是 你卖猪的 你卖猪的 那怎么像我这么大个的 卖好多车了 我们家呢 猪都租年儿的 个头都比你大呀 那怎么还寻找货源呢 那不得演技新品种啊 那怎么以后 交完钱还得杀了呢 不宰了 你咋吃啊 追着屁股后头生肯哪 哎呀 那你俩说的太吓人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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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现在也弄明白了 你们俩赶快抓紧时间 回去结婚去吧 去吧 结啥混呢 我还慌着呢 你让我跟他说 同飞 你是咱们乡第一个走出去创业的人 那个时候啊 我就挺崇拜你 因为你有梦想 也是因为你 我也开始创业 搞起了养殖 慢慢的我就发现 我忘不了你 我才知道 我是喜欢上你了 所以我决定等 这一等 就是十年 没想到 还等错车了 哎呀 你走了 我这个 哎哎哎哎哎 大小伙子哼哼唧唧什么玩意儿啊 人让你走 我这会儿我有点不大愿意动了 少无赖是吧 你不走 我们走 来来走 就 我也不大想走了 要不我走 嗯 我是得走 柳桂府珠宝 我拥有 我喜欢 咱俩从头了 从头了 就从头了呗 我叫韩磊 为了家乡振兴 一直在家创业 新宁一个养猪场 我叫腾飞 出去创业十多年了 现在乡村也振兴了 村里机会也多了 我就想着回来发展 在村里跟人合伙个养猪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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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啊 耶 보다